以感性用这样方方的烤盘也能做出圆圆的蛋糕 配方还是蛋糕卷的配方 只是造型更加的哇塞 先来做彩绘部分的面糊 只要把这四种材料 搅和均匀就OK了 需要注意的是 黄油是软化不是融化 蛋清不需要打发 这个配方不会消泡 在冰箱里放两三天也还能继续用 然后用可食用的色素调出颜色 把我们定制的熊猫图纸放在二板烤盘上 再盖上关键的白色油布 就可以开始画图了 半透明的白油布让图案更加的清晰 更方便我们描图 图案只需要画1分之1就好了 画好之后也不用烤 放进冰箱冷冻定型5分钟 动图案的时间我们来做斑兰蛋糕糊 塞来油牛奶先搅拌到乳化 然后筛入低筋面粉和斑兰粉 最后加入4颗鸡蛋 搅合搅合 蛋黄糊的部分就完成了 蛋白加糖加柠檬汁 打出这样有弹性的湿性小丸钩 把它分次和斑兰味的蛋糕糊翻拌在一起 斑兰蛋糕糊就完成了 拌好的面糊是这样心地丝滑 拌流淌的状态 震出气泡 放进烤箱160度烤20分钟 烤完之后需要立刻揭开油布 放凉之后 然后把蛋糕胚一分为四 表面抹上奶油 接下来的操作大家看好了 先把没有图案的蛋糕胚卷在里面 然后这样边对边卷起来 表面抹上奶油 挤上小花花 再撒上不会融化的椰蓉 一个圆形的六寸生日蛋糕就完成了